一只流浪猫疑似被人折断 前肢一步步艰难地叼起面前的食物 转身就躲回了车子底下 这段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之后 感动了许多网友 一位叫喵老爷的小哥看见这段视频之后 决定要帮助这只流浪猫 小哥在流浪猫经常出没的地方连续蹲守了一两天 在小哥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这只流浪猫并把他救下 见流浪猫情绪稳定之后 便带着流浪猫驱车前往最近的医院做检查 医生检查过后 发现流浪猫的前肢并非先天性 而是在幼年时期被人给折断的 由于流浪猫的情况过于复杂 当地医疗技术有限 没有完善的治疗方案 在网友和医生的建议下 小哥便带着猫咪来到了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院进行治疗 流浪猫的情况就连专家团队都感到震惊 即使这样流浪猫还是有救助的希望 在经过大家商讨之后 为了减少手术风险 最后选择了保守治疗 那就是让流浪猫的骨骼慢慢复位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了让流浪猫能够行动 小哥为他定制了用于支撑身体的支架 流浪猫经过小哥一段时间的精心照顾 身体各方面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流浪猫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 他与小哥相处得很好 小哥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福宝 如今的福宝每天陪在小哥身边乖巧懂事 他再也不用每天在外面 不得不感谢小哥这样的好心之人 愿意收留流浪猫 网友们也纷纷向小哥发出感谢 虽然我们做不到像小哥这样帮助流浪猫 但我们要做到不去伤害他们 他们是无辜的